2024 圣言系列 诗篇是新旧约圣经当中 你可以讲最长的一卷书 又可以讲最短的单元 这一卷的书卷从大位 一直到离禧米记十二章 回归重建圣殿之后 犹太人如何收集诗篇作为圣殿的敬拜 关于《塞加利亚》和《耶利三八》的故事 这两个人的故事的出现 开始说塞加利亚是一个无可指责 遵行一切律法的人 我们会想当然以为 塞加利亚很敬虔、很爱主 表现一切的东西都很理想 但如果你看看他第一章 接下来的经文 当他遇到天使的时候 天使给了一个留言 他说他是一个不信的人 马上哑巴 我们看到神的热心一定要成全这件事 因为当被老百姓回归耶路撒冷 重建圣殿之后 我们看到老问题又再发生了 但是在这个新的年代 神又兴起一个的仆人 他要来到宣告 耶和华的恩怜已经来到 被老的来得释放 在黑暗当中的人来得自由 《雅各书》是非常重视信心和行为 两者要并行 但正正因为《雅各书》这么重视行为 以至在很多时候 无论是神学家或者是教父 都对《雅各书》有一点的质疑 特别当我们看到 保罗说完全是上来的恩典 而《雅各》就说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诗篇是横跨了旧约历史第一 第二圣殿耶路撒冷一千年以上的历史 今天在福音信仰的教会 祝敬拜赞美的风气很流行 让我们回到圣言神的说话 去看一看崇拜的典法 马利亚他在说什么 他不和制施塞加利亚 没有个尊贵身份地位 尊敬他 就是开场白 没有说他是一个义人 是一个遵行法的人 是一个无可知识的人 他没有了这些感言 但是 当匪夷所思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 这个小女子说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在八世纪的年代 来到兴起一个 叫做尼塞亚式的君王 他要来到复兴以色列国 复兴犹大国 但到了第二个阶段 就是在被老于巴比伦的年代 神又兴起另一个拯救者 他叫受苦伯仁 他为神献上自己 经历各样的艰难 但到最后 他是要将以色列这些被老的人 让他们归回耶路撒冷 原来行为就是彰显的信心 保罗面对的是犹太人 他们将律法 看成至高无常 轻看了基督的救赎 而雅各当时所面对的是 很多 初初回到教会 他们对于基督的教导 也都不太认识 但就有很多他们不好的行为 都带回到教会 邀请鼎子梅准时出席